Ryno Show犀牛盾配合iPhone15上市 释出全系列的3C周边 我跟你说这次东西我超爱 除了MagSafe兼容手机壳外 也包含了AquaStand磁吸水壶 以及MagSafe兼容手机固架 这个水壶我真的很喜欢用 不只有超强的磁吸力 可以牢牢吸附MagSafe配件 更拥有超越军规的防护力 让新机升级超有感 快点击资讯栏连结 查看更多iPhone系列相关产品 我以前很爱看PT 我也很爱战 而且大家都在上面劈腿啊 那个点歌都在名字上写出来 你怎么你的PTT是怎么比我精彩这么多啊 那是PTT还是Tinder啊 好准备啊 Oh shit我开成我的专场了 I'm so sorry 欢迎收听百灵果news 这里是华尔街最自由的双语国际新闻 Welcome to Bilingual News The Free's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百灵果双语的方式 与大家来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 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今天还有一个寂寞的人 对 寂寞的灵魂 你是谁先介绍自己 不是大家都认识你 不是啊不是吗 你们应该都认识我 我是敏迪啊 嗨大家 敏迪你是做什么的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 哈哈哈哈 你是 我是做很认真的国际新闻的 哦 比我们认真 嗯 因为敏迪就礼拜五常常会跑来打扰我们 然后就他今天 然后今天最好我们比较晚才开始集合 然后他一进来 然后就在群組说 怎么都没有人 你们今天不录音吗 哈哈哈 我有看到 我没想回 我说算了我先吃拉面 哈哈哈 还甚至不回我 对 我老公先回你 他对你好好 对 我看到有人回了 就OK好 我就不用管了 一个人默默的开死我的灯 然后跟冷静人 然后坐在这里 就反而很兴奋的说 哈喽 然后 你知道你进来有哈喽 没有 我当然在外面都没有鞋子 当然知道没有人哦 那你有开门吗 有啊 哈哈哈哈 礼拜一进来 大家说surprise me We miss you 叫嘛 没有 哈哈哈 你生日几月啊 2月5号 哦 所以那时候要帮你这样做吗 那时候应该是要过年了吧 哦对哦 对哦 对哦 对啊 你生日的时候 那还是办公室还没人 没 哈哈哈 怎么办 你生日平常都怎么过 哈哈 吃粘夜饭过 你认真吗 认真 因为我是除夕夜生的 哈哈哈 其实没有人记得 我家人都不会记得我的国历生日 然后他们就会说 除夕夜 然后你就顺便吃粘夜饭 顺便 然后没有生日礼物 就只会给我红包 然后红包也不会比较大包 哈哈哈 好好笑哦 所以我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很需要朋友 你很缺爱 缺爱的状况 哈哈哈 好好笑 好啦那就这礼拜我人生中的大事发生了 就是我的女儿雷亚出生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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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 而且一切非常的顺利 对 真的超顺耶 对 而且顺到如果上礼拜大家有听刘碧荣那一集的话 就是我们礼拜五录音 我们就说oh my god 拜托明天生出来 因为我们这礼拜非常忙 对 然后Can一回去晚上就震痛了 对 我就想oh my god 因为这礼拜我们录了太多东西了 真的是如果出事的话 要瞧太多人的时间 对 会很不好意思 所以就是雷亚非常贴心 她就是礼拜五我们回家以后 然后Ivy就觉得 诶 那个 那个那什么 有震痛 公缩时间 公缩比较快 她其实都没有痛 嗯 她就是整个过程没有痛 没有什么痛 就是没有到很夸张 没有到很夸张的痛 没有脸变形 然后就是 脸变形的是你诶 是变形 我从头到尾的脸 我可以想象 我从头到尾 我的脸都是跟橘子一样 哈哈哈 然后 呃就是公缩 我说 诶 诶现在每十分钟一次 嗯 然后到底要不要去呢 然后核心的护士 他们有先跟我们说 我们住卢洲比较远 嗯 因为大部分人 就是五分钟的时候 才要去 他说卢洲过去 有点远 你们提早出门 会比较好 好贴心哦 所以我们开到核心的时候 那时候工作 差不多就六分钟 哦 诶他们很有经验 很精准诶 嗯 对 然后我们就是 晚上在那边睡 然后白天起来的时候 还没有就是铲照 所以就整天就就 就等啊 就慢慢等 然后就突然 原本一指 然后突然就瞬间 一个小时内开到四指 哦 然后就 瞬间就伸出来 哦 因为So smooth 好厉害哦 这个就是 这我们通常就是说 就是适合生育的体质 对啊 就像下蛋一样顺 哈哈哈 真的非常厉害 就是非常的顺 然后也没有 也不用减啊 没有减会音 这样恢复很快 所以就是恢复会很快 对 现在Ivy 已经差不多了 你知道他可以 他已经快要可以出去 参加朋友的婚礼了吗 他已经快 哦 呃 他已经快要可以跟我一起去 楼下健身房 哦 nice 哦 好棒哦 我觉得那个 下礼拜应该就可以一起运动 而且里面还有什么 残柔的课程 你知道吗 还有皮拉提斯 类似的东西 哦是哦 那边真的是很 很扯很扯 难怪这么贵 哈哈哈 对 呀 然后我觉得在生产的过程很酷 就是 感觉有蛮多 呃 里面整个整个房间里面有五个护理室吧 我觉得这样有点占用医疗资源的问题 哈哈哈 就很多人想要来帮忙 想要帮忙接生 因为我们有问了一些观众 生小孩通常是几个 他说一个左右 哈哈 所以还有五个 可能核心 I don't know 你是自动胎是不是 哈哈哈 没有他们是要来接住看 因为听说有些老公看来老婆 就是生产会昏倒 对 哈哈哈 好你需要五个人接你 我觉得他们就五个 五个在里面 然后还有更多人想进来 他们还会跟后来来的人说 里面满了 你们不要再来 我觉得蛮可爱的 有一些是听众 我再猜测啦 应该是应该是 然后 那个医生还问我说 要不要在海景第一排 然后就是出来以后 第一个接住 让我来帮忙接住 那个baby layer 然后我那时候 我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以前的我可能会觉得说 哦天哪 好像很 很疯狂 很crazy 因为在网络上很多影片 就是爸爸像你说的 晕倒啊 或吐槽 或再也没有办法跟老婆做爱之类的 很多人会讲很夸张的话 小时候都会听到这种很夸张的话 对那可是 我在现场 我因为当下可能 Ivy 伸得很顺 然后没有很多血 所以我其实对我来说 It's a beautiful experience 然后就出来 就接住那个baby 我在接之前 我看到头而已 我就一直哭 因为 真的会一直哭哦 真的会一直哭哦 我们之前有访问过刘董嘛 刘董就是在核心的麻醉科医师 对 然后所以他在那边就是 其实说实话 麻醉医师是不用去的 哦 可是他就跑去 然后帮我 然后他就帮我拿着camera 一直录我 哈哈哈 所以我有一个医生 当我的camera man 哈哈哈 对 然后 我就是在出来之前 我就一直 手一直擦眼泪 我眼泪流不停 因为我很开心 哦 是感动的感觉吗 对对对 很感动 就是哦 就是 就想到说 一个生命这样 一个生命 然后new member 然后我跟Ivy 其实想到baby很久了嘛 嗯 然后这次就是everything 很顺利 很顺利 因为我们原本 也要去试试馆 可是在试试馆的前一天 就 中了 哦 所以就是everything just happened 所以我就觉得 oh my god 所以整个过程 就是非常开心 那Ivy 过程也没有太多的 辛苦点 中间他怀孕 我们还出国了 三四次吧 对耶 对啊 所以整个过程就很开心 but anyway 海景第一排 我觉得让我比较吓到的是 那个羊水喷发的量跟速度 就突然就 因为baby 一出来嘛 因为他没有破 Ivy是没有破水的 所以baby一出来的时候 水就跟着头一起出来 呦 可是水是 往上喷 往我的脸喷 然后我衣服全部 这边一半是湿掉 还有裤子一半也湿掉 真的量是蛮大 哦 我又吓到 就有 想像有人拿一杯咖啡 往你撒 就是那个样 就是 是咖啡的颜色吗 不是啊 好一杯水说错 一杯水 因为咖啡的量 大家大概知道 就那样子往你撒 所以 就是那种弧度 你知道吗 这样喷出来 噓 超无限分 对对对 所以 but 就是 到目前为止 我们 我现在已经搬到月子中心了 嗯 就是 他看起来好累耶 对 你一来我就会觉得 就感觉好像是你刚生完 然后你在恢复期 其实 还没坐完月子就要来上班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 不知道 都忽略了一点 就是整个过程 其实父亲也是很累 可是大家都 都重心 一直放在老婆身上 我觉得这点 对男性是不公平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母权社会 对男性的不公 这一点我必须要 帮男性伸张争议 好来 我们听听 男性的所有爸爸 请在下面留言 因为很多爸爸 其实一出来以后 大家的那个责任感 就突然就爆掉 就说 who fuck 呵呵呵 但不管是 when you see the bill 呵呵呵 然后每个人都跟你说 你要找24小时 Annie 每个人 I'm not saying who 对 包含我 然后我 我很多朋友 就跟我 开始跟我说 诶哪些学校不错 然后问一下 那学费 我就oh fuck 呵呵呵 说啊康乔 这么贵 呵呵呵呵 又不一定要读康乔 我以为说 oh 美国学校 已经很贵 当然康乔 没有美国学校那么夸张 可是我 但都很贵 对 我就 我觉得我累的原因 有蛮多 有很多是自己 给自己的压力 还有可能 我现在在月子中心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睡得不太好 为什么 住这么高级的地方 为什么睡不好 你认床哦 嗯 你不会吧 我应该没有认床 可是我不知 我真的 抓不出来理由 为什么 有可能是无形的压力啊 我自己觉得 有可能啊 是因为我没有住过 那么高级的 地端 我从来没有在台北市 住过这么久 他可以走路上班 对 我可以走路上班 我从来没有在台北市 住过这么久 你现在突然可以理解 有些人就是 坚持要住台北市 然后跪得要死 压死自己的 那个执着哪来的 结果就说 哦 原来台北市好方便 大家睡不好啊 可是我睡很差 因为车子很多 因为在中山 北路正旁边 然后旁边马街 所以我就常常 我觉得半夜 可能常常会听到一些 车声或什么的 因为毕竟在乡下住久了 不习惯 因为夜市到炉州 比较明风纯朴 最多就飙车族而已 哈哈哈 反正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就特别的累 所以我还在调试之中 OK 希望下礼拜就是 回归轨道 对 我有点小担心他 因为我想说 在月子中心 肯定是最舒服的时候 有专业的人照顾 小孩子哭了可以抱走 完蛋了 然后他这么累 我想说 oh shit 哈哈哈 可是我情绪还算稳定吧 情绪蛮稳定的 其实我比较不稳定 因为我最近在做专场 所以其实我比他不稳定 可我九块 我差不多 你有感受到 我energy要回来了 你已经回归 对对对 因为我上个礼拜 整个就是 眉声音 然后energy又差 好像 所以你们两个就是 balance啊 就是一下一个好一个没有好 完蛋我好了 你就要下去了 这就是circle of life的概念 就是永远就有一个 in and yang 在补充 然后就是 我跟凯莉 就是in and yang 我们在互相补充 我们就是一直在转 一直在转 所以我们两个都像球一样 哈哈哈 好 但是说到circle of life 今天那个一大早 我在运动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 大新闻 我整个吓傻 对 今天礼拜五嘛 李克强早上 应该是半夜凌晨的时候 被 被宣告说死亡 我以为你那时候 他被宣告 被宣告 因为我们不知道 实际上什么时候死了 哦 你说他是 我以为你要说 你不知道他是 怎么死的 死音不明 都是心脏病 心脏病嘛 心脏病发每一次 普丁杀的人也都说 他是心脏病发 对 不过我看到整个吓傻 因为 他今年三月 才算是离开他的职位 对 而且那时候离开之前 不是 是谁 胡锦涛 被嫁走 对不对 也是今年三月嘛 然后被嫁走的时候 大家都记得那张照片 就是被嫁走的时候 胡锦涛还拍拍了 李克强的肩膀 死亡之拍 对 有一种就是说 下一个就是你了 对 我以为是说 团派的未来 都在你肩膀上 当然不可能 或者是拍拍下一个就是你了 现在团派没啦 就是共青团的团派 现在基本上GG了 对 GG了 而且他那个拍 那个时候 李克强还不敢看胡锦涛 还说 那你在干嘛 我跟你不同 对 他就是眼神都完全没有 要转过去看他哦 就是 就是这样 都不敢动 超级紧张 结果还是要GG了 对 我然后 我今天早上就开始 一直狂找资料 看说 大家有没有讨论 李克强是谁啊 那他的人生经历是什么 生平 其实相对讨论他的东西 是比较少的 就是过去这几年来 我觉得先 大家的focus 都是在那个习近平身上 可是因为还经大权 在握很久了 那李克强 大家都知道 他已经早就被架空了 对啊 他的实力 他的权力都在习近平身上 应该说他 刚接的 因为他接的时间 其实也是过去十年嘛 这十年 老实说 他刚从温家宝手上 拿到总理权威的时候 习近平还没有 那么大权在握 所以大家还是 对一开始的时候 对于李克强 对于总理 可以做多少事 还是很有期待的 因为总理都管内政 内政财务什么的 只是到近五年 他才开始权力被收走 然后他身边的团派的 一个一个就不见了 所以大家才 到现在我们才会认定 李克强是一个 最视为的总理 今天早上我就看到 唯一一个是大纪元 七个月之前的一个影片 然后他封面就写 李克强男友善终 哇 大纪元这样预言 对 那他的理由 我看了那个影片 他说 因为后来习近平那时候 就是大权在握 他就是consulted all the power 然后自己任命李强 所有人都是他的 然后他说那时候 其实中国也在传说 他们要把两个部门合而为一 他们要把中共公安部门 跟国安部门 将要脱离国务院的体系 然后他们会重新整合起来 然后离属到中共中央的 中央内务委员会里面 OK 就有点类似变东厂的概念 一个是那个情报单位嘛 跟国内的 FBI跟CIA的概念 全部都混在一起 然后放在里面 就变东厂了 然后他们那时候的分析说 这样子干脆 感觉起来就是开始要弄自己人 而且用任何的理由都可以弄自己人 因为以前他们说共产党有一个 就是小规矩啦 就是你不能杀掉自己党内的同志 你不能杀人 什么呢 可是毛泽东 可是他就是不能判人家死刑啊 不能判死刑 所以到最后每个人就被关而已 没有真的判死刑 可是他们就说 如果弄了这个东西之后 可能就会有那种一些判死刑的东西 不知道 可是看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 他们也没判死刑啊 就是心脏病嘛 对 你不是有一个网友有写说 他的心脏病是脑袋有一个洞 脑袋有一个洞的心脏病 我说Holy shit 这超地狱的欸 而且我们后来仔细看他那个过世的新闻 其实上面是写说 他是被安排 因为官方的说法是 他过世的那一天 他入住上海的某个饭店嘛 可是再看的是 他是被安排入住在上海的东郊宾馆 然后在游泳的时候心脏病发 所以你的意思是 他的头一直在水底下骑不来的那种 有人就是他说 欸为什么你不起来 这样 I don't know man 对 因为他很年轻 他很年轻 他才68 然后很多人说他其实身体状况 其实最近一些报道都说他很健康 对他有露脸 他去敦煌嘛 对 然后八月多的时候 甘肃嘛 嗯嗯 然后那时候大家都说他相对精神状况啊 身体状况都算蛮好的 气色是好的 可是他都已经退休了 然后还有露脸的行程 这样是不是对习近平来说 看起来不是很舒服 因为最近你看大家习近平都一直在到处去 弄他的下面的人嘛 这都很明显 对 就是搞的你知道 都是外界在看 都说啊这个可能里面权力 开始斗争 大家对习近平不满声音越来越大 可是因为习近平比较 几乎所有的政敌都已经肃清完了 只剩下 自己人 没有只剩下李克强 唯一唯一有可能 万一有人要政变的时候 那最好的人选一定是他 嗯 可是他那个时候甘肃的露脸 好像不是官方 就是那时候 被偷拍哦 他真的是 他狗仔 中国还有狗仔 可是因为大部分 中国那个退下来的 都会超级无敌 暴地调 又要低调 他那个时候是什么 共青团的什么 亲女所 就是青年旅游所相关的 就是观光相关的 去发布了这个露脸的照片 然后发布之后 大家就开始网络上传嘛 可是后来那个亲女所 又删除消息 还要删除哦 对 他明明就是去帮忙 自己团内的事情 就站台一下下吧 而且他是甘肃出身的 就是他是 他是甘肃那时候的一个委员 重要的干部这样 对啊 所以他回到那个家乡 就只是这样子 然后还要被删掉 Oh my god 我 我听大纪元他们在讲说 其实 大纪元难得这次有说对 男友善终 被人家就是Holy shit 我吓到 不过就是他们说 呃 李克强 呃相对在中国 是非常受欢迎的 就是人民觉得他是可以亲近 嗯 然后 因为他说 他说出实话说 其实中国很多人很穷啊 对 他说就是人均收入一千多人民币 每个月只有一千人民币 对啊 对啊 所以 而且是习近平一直在那边说 我们已经要脱贫了 脱贫 然后他结果讲这个 他先讲说 哦没有 我们其实很穷 对 然后在疫情期间 然后他还鼓励大家做地摊经济 这样子可以就是 让经济还可以有活动嘛 对 然后这也是习近平不爽的 后来所以社群平台上地摊经济 这几个字又变禁词嘛 就不能讲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变成常常 太草根了 太草根了 也不是他 我觉得他就是 他有想法 有想法 他有想法 是什么说法 在中国 他有想法 不一定是好事嘛 或是习近平自卑 因为他只有小学毕业 对啊 中文来 呃 sorry 不是中文来 呃 李克强是北大 经济博士 经济博士 是学历最高 史上中国学历最高的总理 对 呀 这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他就是想法会比较多 会跟习近平不一样 因为习近平只有小学学历 对 所以大家想的level不一样 哦 这是必须知道的 必须知道什么啦 然后再来是 他们在防疫政策上也是不太一样 我永远都记得 就是武汉肺炎的时候 那时候李克强 他不是第一个进去武汉的吗 嗯 对啊 那时候我们都在说oh my god 是不是习近平要他死 对啊 你记得吗 他不是在讨论那件事情 他是被强迫推进去的啊 我们就说oh my god 要肉身四毒 对 哈哈哈 对 所以我一直记得他 可是他的进去 也让武汉的人就觉得说 oh my god 有被我们重视 所以我们 我们的声音有被中央听到了 所以对中国很多 被封城的地方来说 他都有去 你知道 其实除了武汉之外 李克强有去很多地方 所以大家就是非常的喜欢他 所以现在出这种事情 接下来会怎么样 其实我蛮 蛮不知道 你不是看到那个 石板明夫有写篇文章吗 对 石板明夫他有讲到说 因为其实有很大的 深得明星的领导人过世的时候 其实民间会有一些小骚动 比如说包括76年的时候 周恩来过世嘛 就四五事件 然后89年的就是变成 六四事件 那时候是胡耀邦过世 所以 所以他的观点是 就是这一次他再怎么说 也是一个共青团很大的一个指标 所以还是要小心处理 但是我看很多外媒会分析啊 我现在我今天看淘宝 淘宝没有变黑白色啊 哦 这个应该是标配吧 对啊 总理耶 所以就会变成 你希望大家稍微悼念他 但你又不能太悼念 诶 真的耶 现在还是彩色亮晶晶 上一次那个 那个谁死掉 是马上黑白啊 对啊 马上黑白啊 江泽民吗 江泽民啊 江泽民 不是胡锦涛 对啊 胡锦涛不知道在干嘛 他就是被嫁出去 对啊 胡锦涛还活着吧 所以 所以就摆明了 中央没有要你过于悼念他 免得大家太生气 做出什么不好的举动 对啊 因为我看微博也是彩色的啊 对啊 都彩色的啊 微博是彩色的耶 Oh my God 而且很多新闻 新华网也是彩色的 我看一下人民日报 等我一下 要彩色一定通通都彩色 人民日报哪改一个人 Oh my God 人民日报有够红的耶 自己画他买是红色底啊 你看这多红 No joke 鲜红色 而且 头版 对啊 头版是在讲别的新闻 根本不是在讲李克强 也是啊 这个新华网也是 他的 他是蓝色 然后他的头版是讲这个什么 都是习近平脸在上面 加州州长什么的 Oh my God 都是好消息 Ok 而且我刚刚一度找不到 在这些网站官媒上面 有讲李克强事实 他就是很简单 李克强同志事实 对是 没有写前总理耶 就写同志 欸 还是是 前总理只有我们这种外国人在讲的 他们自己国内就讲同志 大家都是同志 对 可能吧 欸超短的耶 这新闻有够短的 对啊 就是个公告啊 三行 两行半耶 对啊 就公告了 而且他就想要人民就这样快快的过去这样 就没事了 好吧 那我们之后没事提醒一下 对啊 我觉得 这一定就是有阴谋在里面啊 怎么可能突然这样死掉 然后石板明夫也有说啦 其实因为中共的退休的官员通常 这些高官通常都是全世界最长寿也最健康的一群人 这一点我超同意 因为他们都会受到非常好的照顾 有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医疗团队 然后他们也都不会出来征任何的政治 他们就是安养天年这样 所以68岁死掉非常少见 对 超早 超早 他甚至是他年纪都还可以再当一次总理 因为他们说有个七上八下的规则 可是他还没到那个规则 他就自己主动离开 嘿他是自己主动离开吗 网路上是这样写 就BBC是这样写 对 就是说他就是主动不去继续接任 然后有人说法是因为他已经看到心很累 就是他不可能再继续在习近平这样下面做事 因为李克强其实也常常讲一些话 他早说不说对他的工作人员讲 就是对国务院他有个演讲 我看那个影片啊 在户外什么人在干天在看啊 长天游泳 人在做天在看 长天游演 长天游演 然后我就觉得因为他试图 就是想要讲一些东西 然后大家都 你就会帮一些人讲 然后他就要再开个玩笑 然后大家就耶 然后我就觉得哇 大家就是不敢笑 李克强还有讲过权力来自于人民 Oh my god 其实习近平也会讲这种话啦 可是他那时候我记得 我记得他那时候就真的是在讲说 我们要时常把人民放在心上啊 权力来自于人民 就是把那个民主的争议讲出来 我也觉得哇 他们什么都是人民人民啊 什么都是人民但都不是人民啊 我刚说主动退休那个是维基百科上面写的 就是上面就写说他是主动退休 维基百科有没有可能被中国的渗透去改了 你现在要不要去改一下 李克强是不是被自杀 你以为维基百科 现在就改一下嘛 现在怎么写 你改说死因不明就好了 现在 突心脏病发经抢救无效 就这样而已 哦这就是那个官媒也是这样说啊 说他们有抢救啊 没有你先去改 你看你先去改 那你说 你说在心脏旁边发现一颗蛋孔 哈哈哈哈 编辑 好开玩笑开玩笑 我们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不要造成那个Wikipedia 大家工作人员的麻烦 那些都是医务人员嘛 大家都是志工在做这件事情啦 可是敏迪你是不是要出国啦 哦对 你是被选去什么 我没有被选啦 但是APEC哦 哎呦 APEC是什么 跟大家讲一下 APEC是什么啊 那个太复杂 等一下 全民我还真的忘记了 亚洲 亚太金合会 OKOK 亚太什么金 经济合作贸易 对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这是没有我自己花钱 你是做什么的 它其实基本上 有什么重要性 自己花钱哦 第一个重要性是 它是台湾少数 以正式成员国身份参加的国际 哦你是用成员国哦 成员没有 我们是成员经济体 经济体 APEC是用经济体 然后第二是因为过去 习近平很看重APEC 所以去年APEC在泰国 那是习近平 疫情之后第一个 就是说很出访的一个很大型的会议 他还在那个会议上面 我记得他有教训加拿大总理读到啊 就是那时候我爸当孙子 诶那个短片我们在网上有中 对对对 有有人来骂我 对对对 他这样有中 对对 就习近平很在意 然后就台湾又可以正式成员国去 然后这一次又在加州 这次的峰会在加州 我有觉得全部看下来 他就会很盛大啊 所以我今年就决定说 啊我每签都有了 我就自己花个钱 讲他好像每签很贵一样 不是啊他刚回来嘛 媒体签 我是用媒体签 媒体签还没有expire就对了 刚拿到 哦我们台湾的媒体签可以拿到五年 你知道 所以这五年去美国都是媒体签 都可以用媒体签啊 媒体签有什么差别 跟旅游签有什么差别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你是可以偷戴什么东西 不会被检查行李吗 我可以 对我可以带很多的装备 然后刚刚Ken有跟我建议说 有机会的话是可以超过那个 限制重量限制的 中年限制或者是建树限制 好像可以用比较便宜的方式来做 哦好赞哦 对啊 而且我可以就真的申请 比如说明年美国总统大选 那我有媒体签 我就可以 比如说我是作为一个台湾媒体 去报道啊 你真的想去哦 好酷哦 我不确定也觉得蛮有趣的 真的不错 因为像范姐 她长期待在国外 她都会觉得台湾现在 那个媒体界都没有这个资源 所以年轻人都没有机会 出国采访 然后她就很想要 年轻一辈可以做这件事 没想到竟然最后是你耶 怎么这样都没想到 就是 还不错吧 就是一个那个 那个麦克风拿最高 外国人还是当不到的 哈哈哈哈哈哈 刚放风筝式在那边收音 空气好差 我要遇到了 所以你说什么 但是你是不是 你快去再喊台湾独立 哈哈哈 你说的是真的就是 我们这次为什么我可以去 主要是因为我一开始很担心 我拿不到记者证 因为我很担心 APEC的主办单位 不通过我的媒体 他不认定我是个媒体 因为那是个 各国领袖都会去的峰会 我懂 他要把关 然后我就问外交部 外交部 因为我们是正式成员国 所以我们有扩党 就是外交部可以带着 20个媒体记者 打包一起送进去过审 哦 所以你是投建到台湾的 所以是外交部 帮你投进去的吗 对 然后主要我可以投进去就是因为 台湾没有那么多媒体要去 所以 所以外交部认定你是媒体 怎么样不行吗 是啊 他也访问过很多 对哦 你访问过蔡英文 对啊 说的也是我们都忘记了 他少数出关讲话的几个人就是你 对 他后来又闭关了 真的 他跟你讲完话又闭关了 你到底跟他讲什么 真的 要不要出来 没有啦 出来什么 柜子吗 不是 哦 哦 这边 要剪掉吗 还好吧 还好吧 对 反正就想说 很多机会都很现成 然后我又没有看过习近平 所以你觉得有可能看到他 有可能 只是他 照理来说他应该都要去 都应该会参加 可是第一 他没有出习近年的聚团体 他应该要 可是他最后一刻不去 他可能忙着在杀一些 国内的 蚊子之类的 对 很忙啊 很忙 不过 所以你去那边 他们这次在美国哪里 就金山 就一样 哦 就因为我去当时的地方 对 哇 好赞 什么时候要去 9号 那几号开始 峰会是11号开始 可是11号的时候会先有 那时候比如说叶伦 然后他们办一些领袖 那个财政部长 外交部长 叶伦是美国的财政部长 对 然后到了13号才开始会有领袖 哦 可是我 对我来说APEC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的 活跃了 没有那么重要 是因为现在大家对那个全球化这件事情 没有那么在乎了吧 对没有那么热情了 所以大家都是想要签一些经贸协议啊 就是比较直接的这样 敏蝶我比较好奇的是 如果你看到习近平 你会赌上一切的喊台湾独立吗 远远的 因为你就在在媒体群里面 你会赌上一切 你讲中文就好了 你讲中文 这我不会 哎呦 那你去干嘛 没有 不会啊这个吗 没有 我怕 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成员国 你怕 我怕坏事 你怕惹到 害台湾 有get in trouble 对我担心这件事情 就 至少 我跟你讲 你可以去啊 没有没有 我开始在想 如果你真的喊出来 台湾 got in trouble 到底是谁会出征你 你懂吗 因为 我觉得所有人都可能 因为这样子 if you get in trouble 然后害台湾 get in trouble 所有人都会出征你 因为就是 台派会出征你 而且他们会觉得你闹事 对就好不容易 我们最后一个什么 可以正式成员国的组织 也被提出来就是你害的之类的 对 然后 然后 国民党那些支持者也会讨厌你 因为他们不支持台湾主力 因为他们觉得你不是讲中华民国 对啊 不好意思 你会 你会被遗弃哦 然后 你会被遗弃 对吧 被世界遗弃的人 对 好惨哦 到底还是不要讲这句话 我就不要啊 政治难民 就在美国 只要我被台湾迫害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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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啦 我的APEC运用我以前有去过 虽然不是最大的会议 我以前有去当过扣役 哦 那好久以前了吧 呃 什么啦 你什么 真的很久啊 哪有 我 疫情才 才转行的 哈哈哈 呃 我刚 诶 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是 研究所的学生 那不就很久以前了 对啊 有15吧 对 然后我那时候参加 那个会议大概也是4-5天 然后我就是从头陪到尾 那 我那个时候 他们会讲很多台湾的经济啊 观光 因为那是一个以观光为主题的 工作小组会议 你是帮台湾发吗 台湾这边翻译 然后 他们讲到 台湾的观光数据的时候 我全部都翻台湾 哦 要不然呢 对啊 不然 因为我们在APEC里面是Chinese Taipei 哦 我们不是台湾 中华台北吗 还是什么 所以我正常的翻译要讲 Chinese Taipei 可是你讲台湾 即使你讲的是台湾 干 所以这种城市 对 然后因为 因为 因为他们 跟我合作的那些单位 他们也都非常信任我 所以有时候他们让我直接去讲 因为我太熟他们的东西了 可是我 我没有register说 哦 我一定要把我想的台湾 经济讲成 哦 the economy of Chinese Taipei 因为 就是没有人这样讲话 没有人这样讲话 可是在APEC里面就是要这样讲话 所以我那时候讲错的时候 其实 当下我没有发现 然后可稳 那有所有人在瞪你吗 你有感觉有人在瞪你 可是你应该想箱子里啊 没有 因为我很专心 没有 我在外面 因为那是竹部 不是箱子里的 同步口语 所以你是坐在那些大观旁边 我是在外面 对对对 我是直接拿着麦克风讲的 所以那时候是讲中文 讲英文 讲英文 我讲台湾 算是所有人都听到 Oh my god 所有人都听到你讲英文 讲台湾 诶 我跟你说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 因为我整个在focus在我自己的翻译 天哪 可是其实也没有任何人立刻举手抗议 没有这件事 所以我就讲完了 那时候有中国的代表在吗 一定有 有啊 他们也都 我没有印象有什么的轩然大 不过当下都没事 嗯 讲完以后 我被台湾那边的人大骂 蛤? 某一个人 狗血临头骂 而且骂到我哭哦 哭很长 我哭一整个晚上 诶 你平常是不会 我不会在 抗压性很高 我很少在工作 你算没有管国监狱 可是你的抗压性很高 因为我 我不会 我很少在工作的场合哭啦 你哭的原因是你觉得委屈 很 有吧 我觉得台湾economy有什么问题吗 我没有在说台湾independence啊 你又不是民敌 诶 我又不要讲这句话 对啊 因为我觉得我讲的东西 一点都不敏感 我在讲经济的东西 可是 我那时候又很嫩嘛 然后他们说你这样会害我 我怎样怎样 可能会害台湾这边团队 遭受到一些问题 就是我现在想 万一中国官员来抗议 很麻烦 因为规定就是这样走 对啊 你就是怎么样怎样 然后我就非常非常难过 因为我也会觉得 我工作好像没做好 对啊 我就非常的难过 然后一直到 呃 这件事就会让我觉得 天哪 我可能在这一行混不下去 你懂吗 刚刚出了孩子 就觉得oh my god 我要被封杀了 因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对 就像APEC就是Chinese Taipei 怎么这么没尝试 你身为一个专业的口译 你懂吗 我整个人就 可能那时候台湾的 那个本土意识有很强吧 应该 在美国久了一定都很强 都有 都有 可是我不是故意的 我的意思是 你应该也会蛮难过 就是在这种时候 我很难过啊 我超难过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我工作没做好 我不专业 我在检讨 我也曾经有过检讨的生计 难怪我们是好朋友 对 现在没有了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回去研究所 然后我跟我另外一个 台湾非常强的口译老师 他很强 他是以前台湾入WTO的 的口译就是他 哇哦 他非常厉害 很有名 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 他就跟我分享说 哦他之前也遇过啊 然后还大唱 哦他当场 因为他 没有 那个时候他的状况是 在讲这个 台湾的地址 蛤 他就说 台湾 is a postal place what's the problem 哦这很酷耶 他很酷 他stand 他直接 对 他就说 有问题来讲 你写Chinese Taipei 到不了这里 哦 蛮务实的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可是跟我状况当然有点不一样 可是其实有安慰到我 嗯 好酷哦 这蛮好笑的 蛮好笑的 连这个都要吵 蛮好笑的 所以这国际会议就是 有 就是什么可以让 什么不能让 哦 对啊 我在讲地址啊 对不然呢 哈哈哈 地址就要写台湾 要不然呢 没有 小时候 你要写ROC吗 要写ROC 但也不是Chinese Taipei 嘿 对啊 ROC 对我们也不叫ROC 我们连中华民国都没有办法用啊 哦 我们要用的是Chinese Taipei啊 哦 懂吗 懂吗 Chinese Taipei的简体就CT这样 对啊 谁懂 谁会用CT 我要去到高雄啊 高雄 然后 Chinese Taipei 这好智障哦 这不行耶 这太智障了 台北还是高雄 对啊 这好怪哦 对啊 哦 可是因为你说你研究所那个时期其实台台湾跟中国关系还没有到现在这样子的 哦 当然没有现在这样 intense 可是规定就是规定啊 对 那个时候大家很少出来喊 那时候台派的势力还没有那么大 甚至意识都还没有那么明显 没有那时候还马银酒咧 哦 对啊 所以 台湾之前嘛 那时候跟中国关系好得很呢 哇 一样都不能用 我那次ROC也不能用 我那次就去看退场有多少个台湾的那个字出现 诶 我很好奇耶 应该会有哦 那你衣服上 他们有说衣服限制 没有吧 那所以你衣服是台湾独立的 之前 之前是谁去开会 他们有时候会穿一些台湾价值的东西 然后就会上新闻啊 你记得吗 记得我有印象 我只是在想 我只是在想这件事情 我这一次去美国 他不 如果美国这样做那 一笑大方 美国就这么支持台湾的 他 因为现在是美国主宰 你可能不要写台湾独立 可是你就说 I love Taiwan之类的 I heart Taiwan 哦就是那个New York I love you的那种 那个很peace嘛 对不对 我爱我试试看 我跟你说 你自己好好跟专业的人士讨论 你去问范姐 你不要听肯定 好不好 我帮你当朋友 我帮你当朋友 因为我们是疯子 你看 我们从来不会被邀请去这种地方 你看我以前口译可以去 我现在一定不能去了 没有人会用我 我们就是 我也不想要让台湾就是 被踢出位置 对不对 你还给我什么收主意 那一件T恤 C'mon 你在媒体 而且你那么矮 他们看得到你穿什么 我就知道 你要补这一枪 干嘛 你知道要呛我 我乱了 我讲什么 好 如果现在听到这边就是 刚刚一开始被冒犯的人 可能各式各样的人都被冒犯了 所以BD可以走吧 我们保护你了 不要害你被炎上到去不了 等一下 先是嘻嘻哈哈的讲 他们的总理死掉 然后再开蔡英文玩笑 再开马英九玩笑 全部惹完 因为我刚刚自己还犯错 我说是什么胡锦涛什么的 不是 对 我都说老太吃以为胡锦涛死掉了 BD你很棒 好好活着谢谢 那传派的最后希望好不好 对 今天的干爹NordVPN 大家有用过了吗 除了跨区追剧外 NordVPN的Threat Protection技术 还能阻绝恶意软体 钓鱼网站 还有谈出事广告哦 像我自己就用NordVPN 去跨区订阅YouTube Premium 这样省很多钱 可是用哪一国 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啦 那我自己呢 是鼓励身边的单身妹子 用VPN跨区去滑交友软体 会看到很多很棒的天菜哦 发现新世界的概念哦 没错 真的滑到就飞去 那使用NordVPN 也能让你轻松跨区 比较各地的机票 让你省下机票钱 所以我相信凯莉的朋友 就可以这样子省下机票钱吧 有机会哦 而且这样也能让你在海外的时候 轻松连回台湾浏览 平常习惯区的网站哦 这一次也依然提供教徒VPN优惠 搜寻nordvpn.com slash kkvpn 或输入百灵果优惠码 kkvpn 透过专属优惠连结 可获得独家优惠方案 加赠四个月毫利 平均一个月 只要不到eBay咖啡价钱 就能大大提升你的网路体验 还有30天内 保证退款服务完全零风险 不满意就可以随时取消哦 Let's start with our first news 刚刚那个不是first news哦 那个是大事啊 可是刚刚那个是circle of life 生命的轮回 好 A recent release of UCLA teens and screen study surveyed 1500 other adolescents between the age of 10 and 24 and found that most of them want to see less gratuitous sex in movies and television and more friendship instead 最近UCLA发布了一个 青少年与荧幕的研究 那他们就针对 1500名10到24岁之间 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 发现哦 这些人大多数 他们希望在电影啊 电视剧中看到 更少的一些 淫秽直接的性行为 淫秽 反而希望可以看到 更多友谊的展现 对 gratuitous sex 就是淫秽 淫秽啊 不行吧 各种比较裸露的 裸露的性行为 很直接的那些 那这点其实 我是最近在Podcast上面听到的 他们就直接讲说 Gen Z Generation Z 对 就是2000年后出生的 这些人呢 他们 基本上在看电视的时候 他们就不想要一直看到 整天在那边打炮 做爱 约炮 然后带回家之类的 他们希望看到更多 就是 友谊的展现 所以他们就最好的 example 其实就是stranger things 对 那所以我们 就是想要问我们整个团队 唯一的Gen Z 对 就是Hazel 我们的后制 Hazel 耶 Hazel 大家好 最近要变制作人了啦 对 以后要叫你制作人了 好 那Hazel 是不是 你自己喜欢在电视上面 看到sex scene 还是 想要看很多的friendship 好像是sex scene 难怪你会在我们团队 老灵魂啊 他真的是个老灵魂 黑时候都看很多 很老的东西 很老的东西 然后从老艺人 有时候我都快不知道 他都知道 对啊 那你自己的朋友们 大家在看剧 在互相分享的时候 你有发现 他们的喜好是什么吗 还是大家会讨论这件事情 好像最近比较多 真的比较多 开始是 因为恋爱节目 实际秀太多了 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有影响到 就是电影产业 大家就一直不想看到性行为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然后戏剧的性行为 就是为了拍而拍 其实不是真的跟剧情有关的 只是为了画面好看 OK 然后我就会觉得 有点太多余了 尤其是台湾的 因为像这个study 这UCLA的study里面 就讲到说 其实就是青少年 疲倦于典型 异性恋为主的叙事方式 所以大家想要看到 更多友谊的展现 这是一个嘛 然后在他们说 51.5% 就是超过一半的青少年 希望看到更多友谊 的内容 就不要都是恋爱 不要一直恋爱 所以像是 里面的Robin跟Steve 就是明明是一男一女 可是他们可以当好朋友 但这种展现 大家在荧幕上看到 会觉得很开心 所以大家就喜欢看到一些 比较少见的东西 像我们这个年代 就是没有那么多性行为 我们就很想要看到 很多的性行为 我一直想说的是 这会不会大家想要看 这个百灵鬼 也是因为我跟凯莉 是没有性行为的 我们就友谊的展现了 可是我们讲很多Sexing的 我们还邀请很多AV的女幽 跟男幽 而且他说 其实现在新一代年轻人 不喜欢看到那些 不适合的角色 整天被硬抽在一起 所以他们会整天 不断的是闹分手 吵架 然后分手又回来 然后大家看了会很烦 就是那种很虐的 那种韩剧剧情 你们有时候会不喜欢 我真的超 我真的对韩剧很虐的 没有办法 而且他们说 太多浪漫 然后性行为在大部分 很多电影跟剧情上 其实是不需要 就是为了要爱 对 性爱场景而硬塞进去的 他们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说 不需要这种东西 而且他们 另外一个不喜欢的就是 不喜欢跟种族有关的 刻板印象 哦 这台湾比较 还没有这个问题 对 不过我觉得 这一点蛮有趣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不是 不喜欢看那些 就是为了剧情需要 而硬塞进去的Sexing 或者是 那种 Romantic Relationships 所以 我每次Ivy在看什么 Gossip Girls啊 就以前那些剧 我看了其实都会很逗担 我没有办法 我就说 你们就是不适合在一起 为什么你们还要在一起 就为了剧情 而硬拍出来的东西 我其实没有认真 看过Gossip Girls 我都觉得 干起来很无聊 因为就是为了 剧情硬塞进去 那他们就 拿出来讨论说 所以 像最近这几年 比较红的是Riverdale嘛 对不对 还有Euphoria 这些可能 也相对比较红的 可是他们会说 诶 讨论度上跟Stranger Things 还是有一个差别 这样子 所以 黑手你自己在看 为什么你会觉得 你自己说 你比较喜欢看Sexing嘛 对 但是 是因为 因为以前 就是没有剧情 剧情很差 可是有Sexing 你也是 就给过 但就是 真的 就是美剧 因为他们真的是 帅哥美女 我才会想看 但如果是韩剧 很虐的那种 就是床戏啊 什么的 我真的没办法 因为 你就知道 他是为了 剧情去 就想要很浪漫 很怨的那种感觉 OK 可是我自己有发现 我在 Instagram上 滑到的一些shorts 也会在讲这件事情 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这两三天吧 就我跟你讲之后开始 好像是 而且就在说什么 为什么 我们的电影 我们的剧 都只有这些 浪漫的男女的故事 为什么没有更多友谊 我们都没有注意到 我们分手了会很难过 可是我们失去个朋友 更难过 但却没有电影 好好讨论这件事情 我就看到这种片 而且流量超好的 就几百万 就是年轻人现在 就是渴望这些东西吧 我觉得会不会就是 现在网路上 就是sex也太多了 就垂手可得 对 太容易看到 对 就是就算IG这种 就是裸露一点点 都会ban掉的 可是你还是会看到 很多根性 或者是影域相 有影域的性的东西吗 现在大家喜欢小清新了 是不是 不是小清新 现在就想看一群好朋友 好好的在一起玩 然后一起很开心的样子 友谊比爱情还难啊 我觉得在对青少年来讲 友谊的很难 友谊其实很难经营耶 我对那段期间 离我有点远了 你自己觉得 就是 还是你来了百灵果之后 以前某些朋友 就再也不想跟你讲话了 也不是啦 就是不至于 不至于 就是 就是 友情就是 我觉得是很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的 对 但爱情是你可以有一个 合约一个承诺 去延续你这个很长的关系 但友谊就是真的是靠 靠缘分 我觉得比爱情更靠缘分 而且我觉得要维持友谊这件事情 也是需要 我觉得更需要一点 更多时间 更多时间跟付出耶 对 因为我觉得relationship这件事 因为凯莉比较不一样 凯莉她 我有一群感情非常好的朋友 她真的是很微妙哦 对 对啊 就是对我来说 老实说我曾经 蛮长一段时间 都觉得友情比爱情重要 嗯 因为我觉得爱情会换 可是友情才是一辈子的 嗯 对 而且很多时候 你需要花更多时间 经营的感情 至少你不能 一个礼拜都不理她吧 可朋友没差 你可以三个月 很忙都不理 她们也无所谓 可你在见面的时候 感情又超好啊 可是就是很难有 再见面的那个契机 因为我是觉得 所以会约啊 也不用经营 可是就 因为那很舒压 所以我就会一直想约啊 每天都看到老公 不觉得很烦吗 我都叫管车看朋友 约会啊 就不要找我啊 就是 这样就是 大家去抱怨一下 自己另外一半啊 所以我其实不太能理解 有些人 只要另外一半就好 然后朋友就可以 比较少联络 无所谓 那个我完全无法理解 我觉得这样 不会想要杀对方吧 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个阶段吧 感觉好像大家有另一半后 就是跟朋友相聚的时间会变少 尤其是有家庭 像有小孩也是一样嘛 对啊 你就会没时间啊 所以就会觉得这种 好像没有人把这个 这种事情搬到荧幕上面去谈 就好像 好好的友谊的 对 这个剧情 友谊的珍贵之类的 对 啊 Good Will's Hunting 心灵捕手也是在讲友谊啊 整个没印象耶 我都只记得一些很虐的 完蛋了 那就是有一个东西不记得 其实他的研究的结论 其实有说到说 其实现在这一个世代的年轻人 因为刚结束了一个 让人感觉到很孤单的疫情 有没有 所以反而变成说 他们希望在电视上 可以弥补他们这三年来失去的东西 那你觉得有吗 这疫情这三年 因为台湾并没有那么 台湾并没有很严重 对啊 台湾不像国外 整天关在家里面 看不到好朋友 好吧 就好几年没有办法好好上学 对啊 我觉得有差 如果你念大学 如果你大学 这三年遇到疫情 你一定很干的 因为一般人都在说 他的大学多爽 对 你这三年都在远距 都在远距 都在远距 好惨哦 OK 哦那我觉得蛮合理 好我们得到结论了 这就是美国他们最新的研究 我其实是蛮 我看到这种东西 我是蛮喜欢的 因为我个人也是喜欢看 友谊的故事 在荧幕上 哦那航海王啊 对啊 对啊 我就是友谊的故事 我很喜欢One Piece啊 我超喜欢One Piece啊 嗯 对啊 就喜欢 OK 好谢谢黑手 谢谢黑手 拜拜 拜拜 去后面继续吃东西 欢迎大家就是 下黑手吃东西的业配 在我们后面 随时可以让他吃东西 好那今天的话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上礼拜听完的书好了 嗯 好就是前几个礼拜 呃 严瑞亚有跟我们分享说 就是威尔史密斯的太太 准备要出一本书嘛 那那本书叫做Worthy 然后那他在前 上个礼拜上市了吧 然后非常的长 因为总共 我是用听的哦 那总共有14个小时 我把它听完了 听完我的感受就是 我觉得Jada Pinkett Smith 就是我觉得在好莱坞生活的人 都有点不正常 嗯 真的是有点不正常 然后我会觉得 Worthy Smith 他本来就 我之前也分享过 他那本书嘛 那我觉得 Worthy Smith也是 应该有生病 那他有去Seek Help 然后我觉得Jada Pinkett Smith 也是生病的一个人 嗯 而且我觉得他 生的病 比较严重一点 哦怎么说 他的人生充满着各种的 不同的伤痛 嗯 然后可是我觉得 因为他在好莱坞里面 他没有时间去好好的面对 跟处理他的这些伤痛的记忆 然后累积到他 变四五十岁的时候 压力 我自己猜测 会不会是 钻压到Worthy Smith身上 所以到最后 变成他们婚姻 变成这个样子 OK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他的故事好了 因为我自己觉得 他至少 这本书的前半部 在讲他年轻时候的时候 是很酷的 嗯 因为他 从小是在Boltmore 长大 那Boltmore那边 其实治安相对 不是那么好 那他才十几岁的时候 就到街头去贩毒 那时候他自己觉得 说他人生的目标 要当 当一个Queen Pin 大毒小叫King Pin 那他要变Queen Pin 所以他想 他立志想要变 一个女毒小 OK 可是后来他发现说 干他 因为他很矮 看起来没有杀气 对没有杀气 然后 因为很多是男毒小 那大家在街头 不管 干架是小事 大家就有刀 也都有小事 都有枪嘛 因为那大家会 drive by shooting 所以其实是很危险 而且他说 他曾经还被kidnap过 被绑架过 然后东西都被抢光 那他差一点就死掉 就是因为他们抢完 然后他看到其中一个人 眼睛的时候 他发现说 我好像认识这个人 然后他脸上有一变 然后对方看他脸上一变的时候 也知道 干 他知道我是谁了 对 那时候那个人有考虑 要不要 要不要杀他 那时候要开枪 finish掉他 可是他想要算了 没有 然后后来他们有 面对面见面 就是透过一个中间人 就是Jada的好朋友 就是当去的老大 然后让他见面 然后说把你抢的东西还我 然后Jada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没有杀我 我说 我觉得你不适合在这一行 所以我就没有杀你 哇 对 哇 这句话 然后Jada就说 干我真的是 他后来就是有做一些 soul searching 他说 我真的很不 他觉得他不应该 在这个东西去走下去 因为他也没有像其他人 那么tough 他可以直接对人家开枪 他没有办法 所以他就说 好 那他就想要去 寻找人生别的东西 那他当时高中的一个好朋友 叫做Tupac Tupac是美国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 饶舌歌手 可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死掉了 可是在他 在高中的时候 跟Jada是好朋友 是国 国中还高中吧 好同学 那因为Tupac家里比较穷 然后Jada那时候是 在街头当Queen Pin嘛 所以他其实很多钱 所以他常常就是 买衣服送给那个Tupac 就是雪中送炭 所以就是他们那时候就 友谊就变得非常好 后来Tupac就先搬到LA 去发展他的音乐career 然后后来那个 Jada也搬去LA 因为他想要去当一个演员嘛 那他们在那边就各自发展 然后就是又讲到 他们两边的故事 我觉得非常酷 可是Tupac因为是 是Jada非常好的朋友 可是Tupac后来是在 Las Vegas的时候 被人家刚这样 就是Drive-by-shooting 杀死的 然后Jada非常难过 可是他也没有时间 去好好的处理他的伤痛 因为他那时候 要一直拍戏 一直拍戏 所以他人生累积了 很多不同的trauma 那我觉得前段 听他讲这些故事之后 至少在他的声音里面 我觉得听起来 是非常真诚的 可是到那个故事的后半段 就是他开始讲 Will Smith在一起啊 然后讲到他们生小孩 他对养小孩的 一些理念的时候 我就觉得 那是有钱人 才会遇到问题 first world problem 所以你完全没有觉得 没有apply到你身上 没有 真的离我太远了 太远了 我觉得说 他非常尊重他的小孩 可是那小孩就是 才几岁 就说我不想去学校 他就说 好那你就不要去 然后我在家里 homeschool你 我就 what's wrong with you 当然因为那是 非常有钱人嘛 超级有钱人 所以他们去学校的话 遇到问题也是不一样 因为他们是世界巨星而已 所以可能其他同学 对待他的方式 可能会真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个世界是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大家都会有那么多issues 我就觉得 可以理解 然后我只是觉得很有趣的是 最后 我去google上面 看大家对这本书的评论 很多人基本上都是在骂 Jeda Pinkett Smith 为什么 都觉得说 就是你这个女人 就是把Wil Smith拖下水 那么家庭破裂都是你的错 可是Jeda Pinkett Smith 在书里面有讲到说 他有发现说 大家都把他当成 是Wil Smith的老婆 而不是Jeda Pinkett Smith 因为他本身其实是有名的女演员嘛 可是大家更 因为Wil Smith是太有名了 真的太有名了 这没有办法 那个光芒照压过一切 right 所以他内心也有点点 不平衡 ok 然后他自己也有说 大家都是怪我 把Wil Smith弄坏啊 说你也不想想 他搞不好把他就坏掉 我觉得在他们那个等级 一定是每个人都坏掉的 那我昨天其实 你知道我之前不是带团队去菲律宾玩吗 哦呀 对没有你嘛这样 没有你 对不好意思 你不要再讲团队了 你又带了很多人 带了很多百灵国的人 去菲律宾玩 听起来好难过 可是又很正确 干 然后他们有说 他们会带一群素物的 influencer来台湾 就交换学生的概念 有一点像是这样 所以他们真的也来了 我昨天他们有一个媒体的饭局 然后我有去 那昨天晚上我们录到比较晚 所以我去的时候已经算很尾声了 然后就看到台湾这边 有几个媒体 没有算很多 然后还有菲律宾在台湾的办公室 都有那种文化交流协会嘛 所以他们也有来 然后跟就是菲律宾那些influencer上 我最惊讶的是全部都是男的 啊 对 但蛮可爱 他们都很热情 他们就是菲律宾人 有一个老的 哦 老fluencer 老 没有期待就像你这样 靠北 因为剩下就二几岁 所以看起来就 oh yeah 我以为你要讲范姐 那种老人 没有没有不是不是 是我 蛤 我是蛮难过的 感觉我已经算老了 因为influencer很年轻嘛 然后他们都很high 然后他们去超多地方 我知道很多听众给了我超多你们的那个list 那时候你有跟大家询问吗 非常感谢 对对对 然后我也有整理个 我自己挑了一下的list给他们 因为我本来想说 啊 菲律宾他们来 他们好像不想要把成本开得太高 因为会很贵嘛 然后他们想要去一些 就是可能会吸引到当地人 那你就不能去太夸张 太贵的旅行 所以我就推一些 我觉得很local 也不用坐 健车什么之类的地方 就没想到 他们去的地方都超级暴雨 他们找了一台超级高级的游览车 因为我看到 所以他们预算比你想要那么高 对嘛 所以你歧视他们啊 我没有啊 我没有 然后 他们去超地方 他们连什么 他们有去动物园 然后还有去什么 看放天灯 然后去九份 然后 然后放天灯 那个火车啊 然后还去北投 他们坐在北投附近 然后还去台中 台中还去彩虹眷村 高美湿地 然后新色花海 通通都去了 哇很多耶 很多 而且我只是我 而且一堆我没去过的人 那些你有去过吗 我全部都去过啦 新色花海你有去过 有啊 就跟姐妹啊 我就跟你说 就是你如果在台湾 有一群很常出去玩朋友 因为大家很少能一起出国 太常了 大家都是两三天 一定都是这个地方 但我觉得 就 他们 因为那时候我去菲律宾的时候 他们就给我一开始那个行程 我想说 是怎样 我是要去休假的 你们 给太多 那两个小时一个 两个小时一个 我就觉得 什么意思 我要全部都拍吗 我现在知道 没有他们是热情 他们觉得 哦 出来玩 本来就是要 对 我后来说 这一整天都让我在饭店休息 他们有点傻眼 可是对我来说 在饭店休息 才能拍东西 才能享受 可是对他们来说 就不同的景点 介绍 可以更好的介绍数 对 所以我觉得 逻辑 有一点不一样 是因为你比较老了 我可以说有个问题 因为他们有问说 年轻人去哪些club 去哪些bar 那对我来说 我都是推那个 Bell's in Taipei 就是有变装皇后的那一种 然后Hazel 就说那有没有club 就是go clubbing的地方 我说 Oh shit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就说 I'm sorry I'm too old for that 我只知道新一区有 可是我是不知道在哪 他后来就猜一个说 Wave club 你知道吗 好像有 所以他们昨天应该是去Wave club 所以是厉害的吗 都是8加9 都是8加9去的 所以我也不是8加9 那请问 如果要去年轻人 要去的clubbing 很热闹 音乐不错 你们会推哪一个 推AI AI 也在新一区那边吗 ATD for fun的AI好 这是我们的G generation 这不是业配 我要发现心理 不然我觉得我瞬间就好丢脸 我以为我做了很多功课 还跟他说可以去爬向山 可以看101 你讲都是老人要做的事情 你都忘记他们是20几岁的人 I'm so sorry 我昨天觉得好丢脸哦 然后他们那个饭店 有一个接待人员 然后我看他看起来年轻 我说说诶 因为我觉得有点丢脸 然后我也查不到 到底要去哪一个clubbing 我说诶 那个 你有没有在clubbing 他就 没有诶 也是乖乖的笑 你说 哦台湾人好boring 完蛋我好boring 好丢脸 但他们很开心 他说 他们的这个游览车的司机 英文超好 like perfect 他们傻眼 wow 这很难得 在台湾真的是很难得 那代表一定有一些培训啊 是做得不错 然后再来说 他们去什么酒粪啊 然后去台中 那种当地的台湾人的摊贩 会讲菲律宾话 蛤 而且是两种 好像他们有很多种local语言 我搞不是很清楚 但他说两种都会讲 不是说流利的讲 可是跟客人招 对啊 只有几个字 讲数字之类的 对对对 或者是就是打招呼那种 都会用菲律宾话 所以代表 我想菲律宾人在这边 可能不一定是外面特别飞来 可是因为很多菲律宾人在这里工作 他们周末会自己出去玩 对对对 现在也大家也懂得 他们也要休假了 虽然很慢 但是就慢慢的 我知道很多人 你知道传统老人家 都觉得 哦这个来家里就 什么为什么要 他们当然要休假 所以我觉得也开始 大家有一点慢慢的进步呢 他们也会开始在台湾 当地观光 那他们就会去一些 可能没有很贵的 可是拍照起来很开心 他们可以打卡 对啊 所以就蛮酷的 当然我自己 最大的感想是 他们来 那媒体也没有算太多 那我觉得台湾 我也没有看到观光局的人 那我不知道观光局 到底后来有没有合作 一开始是说 可能没有预算合作 那我不晓得他们后来怎么样 可是我猜 就是台湾这边对菲律宾的游客 一定没有 不是第一顺位啦 嗯 因为我们一定比较喜欢欧美嘛 欧美啊 日本啊 韩国啊 对啊 然后可是再来是 菲律宾他们的人均也没有那么高 台湾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方 因为对他们来说 飞过来台湾的 机票算贵吗 诶 看你飞什么 你看你飞什么 连航就没有这么贵 可是来台湾 因为台北的物价很高 对 那还不如 对有些人来说 他们可能会觉得 那我再多存一点 我可以飞越韩 那如果我要走很便宜的路线 那我就会去旁边的泰国 马来西亚 越南 而不会来台湾 所以台湾就卡在一个 很尴尬的地方 因为台湾的物价真的是不低 尤其是hotel 真的是不便宜 对 真的是不便宜啊 那他们也 我有推荐他们去北投 然后他们也真的住在北投 所以他们觉得北投蛮酷的 然后就跟他们说 那历史是什么啊 很多日本人 他们应该也 也比较没有那个体验嘛 菲律宾应该没有 菲律宾有火山耶 应该有 但是 我没有 可是Sappoo那边是应该是没有温泉 所以他们觉得蛮酷 因为那里有什么地热谷啊 然后还有一个公共的温泉澡堂 对对对可以泡脚 我觉得 那可以整个泡下去啊 哦是哦 对对对 那很好玩 我很爱去 然后入场费几十块很便宜 哦酷哦 他们觉得 我们交通啊 捷运超方便 哦 不过 他说菲律宾人 跟宿物比吧 哦呀 of course 宿物的交通 oh my god 你们说马路都不便宜 哦超级不便宜的 然后我们坐车坐到快吐了 他就说 哦这个司机开的技术很好很顺 应该是他们那里最厉害的 我说oh what 我们要吐了 他们说菲律宾人很想去的其实是香港 哦 对 他们很爱去香港 因为也很近 所以对他们说香港吸引力很大 你知道为什么吗 太多他们家人朋友在那边工作吧 不是 不是 为什么 因为迪士尼 哦 他说因为去香港 不用签证可以去迪士尼玩 上海要签证 日本也要 日本我不知道 台湾现在也免签30天嘛 所以他们想推 有推广 哦好合理哦 对啊 难怪韩国瑜那时候要喊迪士尼这个东西 所以现在突然觉得韩国瑜讲有些话是对的 oh my god 我没有想到 这个conversation会 lead to this place This is messed up 好啦那就这样咯 好 那大家下礼拜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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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